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量的物证早就证实了蔡英文当年并没有取得博士学位 最新的教育部法庭笔录上也坦诚了蔡英文1983年就已经出版所谓的博士论文 明显的和总统府宣称的1984年取得博士事实不符 而林环强教授也在近日公布的1984年东吴大学毕业纪念册 蔡英文以兼任讲师的身份登录 证实早在1983年的8月份 蔡英文就已经任教东吴大学 并且指导硕士学生林环的毕业论文 诸多的历史记录戳破了总统府的说法 再再证明了当年蔡英文1983年就早早回到台湾 没有参加那场发生在1983年10月16号星期天 姐姐特地飞来英国陪我的那一场博士论文的口试 论文门就像童话故事国王的新衣一样 教育部知道 英国伦敦大学知道 英国ICO知道 各国政府都知道 一名学术诈欺犯是台湾当今的总统 台湾社会却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揭穿 蔡英文持续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交换 遮掩自己的世纪丑闻 伤害的不只是台湾的国力 诚信价值和是非道德 还有台湾国家社会的尊严 这场学术诈欺世纪丑闻 最后一定会被揭穿 问题是 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呢 让我们先把时间倒退到上一个星期的英国伦敦 由美国独立作家Michael Richardson 对于英国资讯委员会ICO发起的行政诉讼 2月底行政法庭依照FOIA资讯公开法做出判决 ICO必须在3月16号的期限内回复调查团体 随后ICO立刻向法院申请延后8天执行 原定3月24号要公布的蔡英文口试委员 以及相关问题 在3月24号5月12点再一次宣布跳票 ICO在3月24号紧急向Michael Richardson提出了 请求二度延长回复 并给出了一个理由 要维持资讯的consistency 一致性 即便ICO一年多来 一直以疫情行政程序不断的刁难 Michael Richardson最后还是同意了ICO 二度延期的请求 从这个奇怪的反应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判断 蔡英文的口试委员根本就不存在 并没有发生观众们担心的 伪造死人来当口语的事情发生 否则ICO根本不需要二度延长回复 但给出的理由 则是必须维持所谓的consistency 这些反应都不像一个正常行政的举措 更像是企图遮掩事实的法律攻防 就像伦敦大学聘请的Pincent Masons 要替调查团体传唤的12位证人统一辩护一样 ICO也要避免证词不一 不小心泄露了真相 在美国一位管理学助理教授苏炳 就在脸书上说 有哪个正常拿到博士的人被怀疑的时候 不但不找自己的口语帮忙澄清 还拼命地隐藏口试委员的身份 然后在法院败诉被迫要揭露口试委员名单的时候 竟然八天拿不出口试委员名单 还要要求展延两天呢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有正常的判断力就知道 这完全不寻常 你问其他博士的指导教授跟口试委员是谁 99.999%都可以立刻告诉你 然后台湾的媒体全部在装死 这真的是北韩等级的媒体控制 最后ICO在2021年的3月26号下午5点 上班时间的最后一刻 提交了9页的法律文件给行政法庭 再度坚持伦敦大学不需要公开口试委员 提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认为提供第三方的个人资讯是违法的行为 ICO的9页法庭文件是了无新意 用了一堆截取熬牙的法律文字 重申了一年前给Michael Richardson的决议 只不过上次是说公布口试委员 会对蔡英文个人造成伤害和痛苦 damage and distress 保护的是当事人蔡英文的个人资料 公布口试委员需要当事人的同意 而这一次则是换了一个说法 表示口试委员是属于第三方的个人资料 ICO也需要保护口试委员的个人资料 公布口试委员是不合法的 至于博士资格审查 已经可以由其他资料提供满足 Michael Richardson可以透过这些校方提供的资讯 自己进行判断 这样的说法 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呢 就像赫德芬教授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 教育部也是同样的手法 教育部说 我们需要保护蔡英文总统的个资 蔡英文的博士资格已经由教育部提供的文件证明了 在英国和台湾两边 不约而同采用了相同的法律策略 但是目的都是拒绝透露核心的资讯 但是奇怪的是 既然ICO最后采用了个资保护的角度来回复 为什么还需要延长两次的时间呢 这份9月的报告在3月16号之后 就提供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呢 林环强教授也表示 很吊诡 既然完全支持英国伦敦大学不提供的既定立场 那么ICO何必需要两次的展延时间呢 显然 ICO自己都很清楚 这份文件存在许多漏洞 才会天人交战的 延了两次棋 第一 Michael Richardson提供的行政诉讼的原因 正是因为2020年3月23号 ICO回复他的报告 这份报告里头 ICO同意了伦敦大学 不需要提供蔡英文的口识委员 并且一再强调 口识委员也是属于蔡英文的个人资料之一 因此Michael Richardson才会依据这份理由书 提出多达21点的诉求 打行政诉讼 要证明公开蔡英文的博士资格和口识委员是具有公共性的 但是ICO这次给法院的文件 却不敢再坚持蔡英文的博士资格是不具有公共性的 而改成口识委员的个人资料 也需要保护 ICO自己的立场就明显的 和一年前2020年3月23号不一致 第二 这份诉讼目的 并不是要取得口识委员的个人隐私资料 调查团体对于口识委员的身份 驾照社会安全码资讯并没有兴趣 而是取得口识委员在行使Viva口识的相关记录 来证实博士资格的合法性 伦敦大学属于英国的国立大学 在伦敦大学里面进行的学术措施Viva 当然是属于公共行政事务之一 更何况Michael Richardson要的只是两个人的名字 还有论文签署的日期罢了 ICO无限上纲了个人资料保护的范畴 还怒呛法院不懂保护个资 The tribunal's powers are limited and as such cannot compel the commissioner 这种说法行政法庭当然不可能买单 所以ICO才会一再拖延到那一周最后的上班日 下午的最后一刻才送交法律文件 想要拖一天是一天 第三 正因为ICO知道自己无理杯葛外界对蔡英文博士资格合法性的调查 才会在诉讼进行当中提出了管辖权争议 Territoriality 要用程序争议来驳回Michael Richardson的告诉不要进行审判 但是当行政法院判决管辖权争议是Michael Richardson胜诉的时候 这场诉讼就应该继续往Michael Richardson的诉之声明继续进行 也就是Michael Richardson要求要提供蔡英文1984年博士论文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的口试委员的名字 并且告知签署合格的日期 但是ICO却玩起文字游戏 故意装傻不清楚诉之声明 他们在文件上声称上诉人的理由很长 我们不清楚他们明确要的是什么 我们只能针对我们理解的部分进行回应 ICO对于行政法庭的判决 居然耍赖自己解释成 既然法庭要我们回应 我们就再一次仲裁 同意伦敦大学不需要公开口试委员的名单 相较于上一次ICO回复Michael Richardson 透露口试委员会对蔡英文造成伤害 和痛苦的暗示性说法 调查团体当时只是认为 英国政府机构对于学术丑闻 与政治权贵的保守心态作祟 但是这一次ICO不仅怒呛了行政法庭 还照单全收了伦敦大学单方面的说法 让人不禁怀疑这背后的政治利益交换 ICO在法律文件上提到 蔡英文的博士资格 早就可以从伦敦大学提供的资讯判断 已经符合了资讯公开的范畴 在9月的法律文件上 还特别提到了 这些资讯没有必要公开给全世界 以及基于以下资讯 论文的有效性 已经得到了最大的认证 他们的理由包括了 第一,论文已经上线了 第二,蔡英文的论文 不公平贸易与防卫机制 出现在高等法律研究所IALS 在1985年出版的 1905到1984年 英国法律研究当中 第三,伦敦大学回复的时候 已经声称有保有记录显示 VIVA口试通过 与授予学位的相关记录 而这三个所谓的事实 其实早就被我们多次破解 蔡英文的电子论文 不只是错误百出 更是35年之后 才偷渡进入论文系统 大英图书馆的索引 也是2015年的6月份才登录 如果连ICO都只能提出这样的证据 不正巧证实了蔡英文学位 的确有问题的确有问题吗 而那本IALS1985年出版的索引 前言就表示 是记录Postgraduate的研究题目 不全然是取得博士学位的记录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更是出现两个不同年份 两个不一样的题目 在这本书当中 这本书当然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明 不然我们也可以用牛津大学出版的EJ 没有登录蔡英文的论文题目 提出完全不一样的论辩 伦敦大学声称 保存当时的Viva资讯 不正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存在 公开Viva口试的资讯 不但有助于厘清当事人蔡英文 来消除不当的怀疑 也有助于公共的利益 但是伦敦大学却从头到尾拒绝透露 这行为反而加深了外界 对蔡英文学位疑虑的质疑 ICO理当清楚上面所说的资讯 不具备论文的validity 有效性的判断 但是ICO仍然一面倒的 接受伦敦大学的平面说法 口试委员是机密 判决后仍然拒不公开吗 ICO这波要两个名字 却给了九夜鬼扯的神操作 也引发了英国当地媒体的关注 这项诉讼还没有结束 两周之内 Michael Richardson就会再次的提上诉状 送到行政法庭 先前我们谈到蔡英文要结束论文门的丑闻 只能够趁权力最高峰的现在 等到进入第二任期的末期 不止舆论压不住 还会有排山倒海的接班政治压力席卷而来 果不其然 由彭文正教授提告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的加重诽谤案 卓裕选法官审理一年四个月之后 在案子好不容易进入证据调查的阶段 今年三月突然发现换了法官 理由是卓裕选法官要请围棋一年的育婴假 我们正感觉到这个案子有点发展的曙光的时候 突然来这么一件事 我们的律师去问说 奇怪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要加低这个状态的时候 突然发现原本我们这个案子的 台北地方法院刑庭的乳股不见了 一个股不见了 可是我上个礼拜我就请我的助理申请月券 那后来助理告诉我说 张立思啊 这个案子移转到别的股别去了 那别的股别的那个法官 那个书记官叫做民国 民国的民 民国的书记官打电话说 告诉说现在卷在新的法官手里 没有办法阅卷 那我就觉得 怎么搞的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转法官 我就再请我的助理打电话问 民国的书记官说 因为原来是乳股 原来是乳股的佐法官 跟乳股的书记官 那民国的书记官就 回复说 因为乳股的书记官 留职庭新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说书记官留职庭新 请问是乳股的书记官 庄婉婷庄书记官在吗 庄书记官已经离开了 所以乳股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股了吗 乳股现在换我 书记官你好 我的案号是108年度 字字128号 年度 字数的128号 不好意思我查一下 是 你说108年度 字数128吗 是 对的 喂你好 是书记官你好 是当存含爱件吗 是的防碍迷迷案 我是字数人彭文正 已经移到明股去了 为什么换股呢 因为乳股撤股 乳股解散了 对 什么原因呢 不太清楚 那现在 我是后所 那等于是法官换人咯 应该是 对 那我前面 2月5号 有一个申请调查证据状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 这个部分我给你换下一个书记官的成绩 然后可以再给他 因为我现在 我这边 乳股撤股之后 它系统上都找不到那个字好了 所以您不是新的股的书记官 不是 我是负责处理 乳股留下来的 那个乙节的案子的书记官 OK那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换 对为什么会换法官呢 那您这个部分我真的不太清楚 因为我是新来的 好好好 那那您可以帮我转到新的书记官 那我可以问他吗 对不对 好 我先给你新的书记官的分期是 6610 是 大名 郑雅文 郑雅文是吧 对 所以它是民众的 民众的民民股 6610 OK好 谢谢你 还不会 感谢感谢 谢谢 好拜拜 好 好 喂 请问您是 民股的郑雅文书记官吗 是请说 书记官您好 我是那个 有一个案子是 108年度自诉的 自自128号 是 张敦涵防害名誉案的 自诉人彭文正 是是是 书记官您好 是 因为我们在2月5号 有第一个申请调查证据状的状 我不知道您有收到吗 有 我记得 如果没有记错 等一下我进去看 稍等 谢谢 您这边的律师有打来问 稍等 我看是这位律师 李律师 对他有打来确认过 他也是 请说 是有收到对不对 有 有收到 那现在这个 有没有什么决定 因为我们现在 等于说原来的案件的 谷的法官 他的职务的问题 他现在的案子就是 没有承办 那我们这案子就打出来 从分 那现在分到民谷 那变成是完全不同的法官 组合也完全不同 对 所以说法官 他可能还有点时间去 消化这些资料 对啊 所以原来的 是 请说 原来法官就没有了 卓裕选法官 我看现在 卓法官 对不对 对 他请预议假 所以他没有 现在就是没有 等于说他手片案件 全部就要 电脑再抽分 你说他请 预议假 对 我记得他是预议假 预议假 因为就是他没有再承办 那法官也有五这样子 对 对 OK 那对啊 现在变成了民谷 人民的民谷的法官 啊我们现在是蔡法官 蔡于玄法官 我现在讲是审判长的名字 蔡于玄法官 蔡于玄法官 所以他要点时间去消化 之前什么开过庭 或之前调查资料 那目前 律师有问我说 他 就是法官有没有说 要调查什么证据 我说目前还没有 目前阶段就是仅止于资料有回来 还查资料回来这样子而已 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待 蔡于玄法官 那至于法官什么时候 对 就是什么时候会在定 要查资料 这个我也 就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身份不适合去问法官 说法官你要不要 对 我只能跟对法官提到说 有律师 说您这边来问说 是不是有 韩查或什么的 这样子 好谢谢那就麻烦书记官了 因为我们很关心 那你是跟他说 律师以来查过 那自诉人本人也询问过 好那就麻烦您了 好谢谢你了 你辛苦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在这个法官情况下 我们去看 这样的案子 是不是证实力介入 或者不是 那这个标准 我要跟大家做个说明 这个标准 看很简单 就是我们看 换了法官之后 新法官图审这个案子之后呢 他能不能继续的 依照法律的 来调查证据 换了就要说 我跟各位报 这个案子已经在证据调查中 已经进入证调查中了 我先说结论 理由的结论 第一个 这个案子 法官已经进入了 实施调查证据的程序 那么第二个 被告张敦涵 跟他的律师 也同意 调查证据 而且也提出了 调查证据的请求 就是法官已经进行了 证据调查 那法官官已经进行 调查 你换了新法官 你看到底有没有 政治力介入 就看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按照 之前法官的调查阶段 继续往下调查 如果没有调查证据 新的法官就 找找理由 把案子写掉的话 那就很清楚 这个案子就不单纯了 尽管在愚人节 提前记者会当中 也表达了尊重 卓越权法官 依法请假的权利 但是这突然换了法官 不只让所有调查证据的 动作全部暂停了 也对整个官司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大家还记得 卓越权法官在庭上 曾经对张敦涵说 难道只凭影本 就要相信你吗 甚至当庭 呵斥张敦涵说 总统府新闻稿 不需要总统看过 要张敦涵 不要什么事都一肩扛哦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新政 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看 换法官对于原告 都是相当不利的 这让自诉人彭门正教授感慨 万案中的新政是判决很重要的因素 换了法官 卷宗可以转移 新政要怎么转移呢 诡异的换法官背后到底有没有政治理干预 其实一点就看得出来 只能开记者会对社会做出提醒 希望新的法官继续之前的调查证据的程序 但是就在张敦涵涵案确定从卓宇玄换成蔡宇玄法官的同时 在高院二审胜诉的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发还的停期也确定下来 将在4月16号下午2点半开庭审理 但是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法官居然还是当初一庭都没开 在大选后4天禁字判决的张勇慧法官 张勇慧法官的枉法裁判 不只是在高院被二审法官认证 判决书上更是明知不实登载公文书 这种恶劣行径甚至成为张敬律师的被告 现在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又发回了当初未审先判我们败诉的原审判长 我们对这法庭的结果还能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司法院这样的安排 难道真的是在开我们愚人节的玩笑吗 论文门果然是台湾社会的照妖镜 司法改革的指标案件 这种种司法行政的调动 每一个动作都对论文门调查团体不利 对蔡英文有利 难不成英皇急着终结论文门 已经下令不能够再有类似卓玉璇 黄明发等独立审判的法官 来审理论文门了吗 不容青史尽成灰 不幸公益换不回 黑暗已是尽头 黎明即将来临 让我们保持信心 一起走完这场解言后 最败坏国家体制的世纪丑闻吧 优优独り 两平房